山不再高,主仙则名,罗夫山就是这样一座颇具仙远的名山 早在秦汉时期,这座地处北回归县的岭南第一山 已经成为了仙人语客谈笑往来的神仙世界 留下了数不尽的美丽传说,也从中造出了众多道教名流 黄大仙固然是当今知名度最高的神仙 但是要推这个道教圣地古往经来的第一仙,那非黄大仙的师父鲍普子葛洪莫属 如今,这罗夫山上保存的冲须、黄龙、九天、苏寥四座公冠 都是由葛仙王当年草创,经过历代不断扩建而成的 总之,葛洪与罗夫山的仙缘说起来可要比黄大仙深多了 王教授,这个冲须古冠啊,从典籍上头来考证的话 到底建议于哪个年代? 这个冲须古冠呢,应该现在据可靠的材料来看 应该是咸和那个五年,也是公元的三百三十年 三百三十,那么高了? 对,由一千六百多到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就是葛洪当年上罗夫山的时候建的四个冠里面 第一个,原名叫葡徐冠 这是葛洪,葛仙宝殿 就是天宝殿前葛洪就变成了葛仙了 那么为了那个祭殿葛洪这个开冠之宫 然后呢,后来就建了这个葛仙宝殿 那么这里供奉呢,就是葛洪 然后呢,左面这个呢,他是夫人,就包姑 其实包姑的信仰在整个珠三角地区也是很明显 对,非常有这个影响力 据说他在广州的三元宫呢,站在里啊 那个传道治病 葛洪也是个医学家 他其中有一个比较擅长的就是针灸 其实道教在民间的兴盛啊 受到民间信众的这种欢迎 主要的就是治病救人 对啊,就生命运行 解决了最大的一种生存的问题 而且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一个叫做是预防性的 对,他是防治兼顾 对对对,他是一种等于是公共卫生嘛 他们道教专门处理一些公共卫生事件 葛洪是被这个世界这个学术界啊 这个公认的 这个道家 思想家 这个物理学家 法学家 炼丹家 医药学家 医药学家 对 等等 他来了这里以后呢 就建庙 著书 讲学 收徒 炼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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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葛洪在这里完成了这个报谱子的内容 他呢不单只在这里完成了报谱子 还著了很多书 比如说报谱子啊 神仙船啊 走后背方啊 走后背方 就医药的 对 一系列 很多这个论著 论著 那么呢 葛洪来了 摩扑山以后呢 跟着了整个广东的道教 也跟着发展 发展起来了 好